啊 多麼痛的領悟 你曾是我的全部 只是我回首來世路的 每一步都走得好孤獨 啊 多麼痛的領悟 你曾是我的全部 只願你掙脫情的角色 愛的束縛 任你追逐 別再為愛受苦 是個什麼樣的女人 到底是什麼樣的女人 她是一位歌聲非常動人 而且氣質優雅的女人 在去年她的唱片成績真的是令人刮目相看 讓我們一起來歡迎今晚的特別來賓 欣曉綺 把我 在你背影 守候依舊 守候你真心回頭的笑容 啊 多麼痛的領悟 你曾是我的全部 只是我回首來世路的 每一步都走得好孤獨 每一步都走得好孤獨 啊 多麼痛的領悟 你曾是我的全部 只願你掙脫情的角色 愛的束縛 任你追逐 別再為愛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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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頭到嗜到俪漫 這是什麼夢想想想想想能幫忙啊 realized 想要想想想 想想想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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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い想去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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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嗎 來 先擦擦眼淚吧 我講這個小琪呢 這個演唱歌曲的時候呢 真的是非常投入的 哪怕是這個領悟唱的是已經 從去年到現在 可能已經唱了上百次了吧 有沒有一百多次 有啦 有啦 對 可是還是能夠唱出自己的真感情 這樣每次都要掉一下眼淚這樣 從MTV到現在 不過其實呢 對 我有一朵玫瑰花 我要送給小琪的來歌聲樂的 我想呢其實小琪呢 在去年開始 有這樣在歌單上有很好的成績呢 對我們很多朋友來講呢 其實是都是替妳高興的 那麼在前兩年開始呢 受到很多廣大歌迷的 對妳的更多的一些支持跟肯定 談談妳現在的心情 其實我現在的心情是抱著一個感恩的心 我覺得好像要謝謝很多人 因為很多人她一直在我旁邊給我鼓勵啦 支持啦這樣子 因為曾經有一度想說 哎呀 不要唱了 這樣子 然後現在呢我覺得好像 有一點點苦盡甘來的感覺 還好唱了 不過我覺得其實喔 這個早成功晚成功 在歌壇上也是一樣 在各行各業也是一樣 都是成功 到最後都成功了 所以早晚是沒有關係的 對那個過程喔 過程是無所謂的 其實那麼在去年其實 我們有一種感覺就是新小琪 一種新的風貌出現 事實上我想也最主要的原因 對妳來說應該是換了一個新的工作環境 我想也是機運的關係吧 一切都現在都配合得蠻好的 然後我覺得現在感覺上機會很多 然後發揮的地方比較多 蠻好的 我覺得新小琪這樣的成績呢 我想不是白白得來的 還是努力了好幾年對不對 對 那麼我想呢在今天這樣的夜晚 跟這樣的氣氛呢 應該請這個新小琪表演一下 妳的拿手絕活 因為據我所知妳不出唱片的時候 都在教鋼琴 對 教古典鋼琴 大概都學生都是 現在最大的是念大學 好 因為她很久很久以前就跟我學 學了很久了 有一個這樣子歌星老師 其實他們的感覺就蠻不錯的 我們今天是不是請新小琪 為我們自彈自唱一首歌曲 讓我們觀眾朋友欣賞 好 我們來聽這首Promise Me 歡迎新小琪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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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